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综艺 叶倩文之前以帮唱嘉宾的身份参加过歌手 除此之外 好像就没这么参加音乐综艺 林子祥也以帮唱嘉宾身份参加过歌手 去年还参加了我们的歌 除此之外 好像也很受参加其他音乐综艺 李文之前参加过我是歌手 还获得歌王 也担任过一些综艺的嘉宾 但这几年 李文已经很少参加综艺 能在生生不息中看到他们三人 真的非常难得 除此之外 还有两位歌手能在生生不息同台 也让人惊喜 他们就是李健 李克勤 两位之前都参加过歌手 我们的歌 都是中国好声音导师 都是首次担任好声音导师就培养出好声音冠军学员 这次又在同一个舞台现场 感觉很奇妙 除成名已久的实力歌手外 嘉宾还有年轻一代歌手中的佼佼者 比如毛不易 刘希军 之前听过刘希军唱的粤语歌 但还没听过毛不易唱的粤语歌 所以很期待毛不易在生生不息的表现 当然 嘉宾中也有一些看上去比较陌生的嘉宾 但了解之后发现 也都是实力派 严明熙是生梦传奇人气歌手 生梦传奇是一档没有修音的主打粤语歌的音乐综艺 能从中脱颖而出的歌手实力都不会差 马赛克乐队参加过 乐队的夏天 实力也不错 彼得是出道不久的歌手 很少参加综艺 但是他的歌曲很受欢迎 是香港乐团新生代歌手中的代表人物 生生不息的嘉宾阵容 既有老一辈的实力歌手 也有乐团的中间力量 还有年轻一代歌手 老中青三代歌手在同一个舞台 为香港25周年献唱 非常有意义 看完嘉宾阵容 再来看看歌单 叶倩文唱《祝福》 杨坚华唱《无条件》 《祝福》有很多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的原创就是叶倩文 而《无条件》应该是陈怡训版 因为陈怡训版是粤语 如果叶倩文唱自己的歌 杨坚华又翻唱其他人的歌曲 说明生生不息 在嘉宾艳唱歌曲方面没有限制 可以选择唱自己的歌 也可以选择翻唱 这会让生生不息的舞台更加多样 最后生生不息没有淘汰 嘉宾没有淘汰的风险 在选择歌曲方面 可以更加从容 歌手可以尽情享受舞台 总的来说生生不息让人惊喜 非常期待节目播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